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畫這個頭髮的根據是什麼? 只是覺得好看嗎? 還是為了讓它效果變得更強? 如果要提出一個想法或是看法的話 我想讓它有前後關係 前後關係 讓臉的前方還有一些東西存在 那就有一個前頸、中頸的效果 飄動的這幾根是這樣子 那旁邊的兩側的黑色就是想要有一個框的感覺 把我的臉框起來 那同時等一下再加上我的白色牛奶筆的話 那我又可以進一步再加強臉周遭的對比 再加強它的那個視覺的吸引力 我的用意是這樣子 那效果 如果如不如預期的話 就要看畫完 然後還有觀眾給我們的反饋了 但你總是畫的時候要提出一個想法存在 然後嘗試它 你高中是念普通高中還是美術班呢? 普通高中 那有在畫是學畫畫? 有去過幾次 然後因為學業壓力又沒有去 所以學生學壓力也是很重的這樣 對 你們要補習嗎? 那個國音術這些東西要補習嗎? 一些沒有 你們考大學的時候是考什麼內容? 考哪些科目? 語、數、音、 語是什麼? 國文 國文 然後數學 數學、英文 對,英文 還有歷史、地理、政治 然後歷科還有生物、化學 那就跟我們一模一樣了 你們也是這樣 對啊,國音術、歷史、地理 然後以前是有一個三民主義 現在應該是沒有吧 公民 現在變公民 那是差不多 但是內容人會更多一些 你說考試的人 對 考試的人 多 那個 應該說 砲灰的人也多 所以壓力也很大 呵 那上了大學 我是覺得 學習的時候 要多一點思考 不要說人家為你什麼課 你就 學什麼課 可能要更主動的思考 欸這個課 東西學的對你將來要做那件事情 究竟有沒有幫助 高中是 還沒有思考能力嘛 但是到了大學各位是知識分子 你可以要思考一下 究竟哪一門課對你實踐人生目標 有幫助 你就投入全心全醫師學習 那有一些課 可能是必修課 但是對於你人生實踐目標 幫助不是那麼直接 那你就是 也不是就算了 你至少不能讓他當掉 當掉的話 那你大師大武還要修那個必修課 那就阻礙你的人生實踐了嘛 所以必須還是要讓他過 只是投注的心力 相對來講比較少一點 那我有一個 國中兼高中同學 國中就跟我同班 高中跟我同校 大概後來人生發展得很不順 因為求學的階段之中 他是覺得學校老師都教 不是他想要的東西 那有一點跟他的老師起衝突 研究所的時候 研究所念那個台大讀物所 我心裡想說這兩個人也蠻敢的 兩個都是在研究 毒品 那個可以聚毒 可以毒死人的一些 那個毒品 然後 對啊 居然兩個還敢互相吵架 那後來的話就是 他的指導教授就是擺明的跟他講說 我就反正不會讓你畢業 看你要不要繼續念下去 那最終就沒辦法了 他是弱勢一方 他絕對沒有辦法跟那個 那個指導教授抗衡 最終就修學了 又考了另外一個研究所 讀物所是理科的 那他可能就是求學的過程中 超越了太多這種磨難吧 後來他就考了那個清華大學的哲學所 就跑去念哲學了 現在還沒畢業 念了好久了 重要的是先把想做的事情想好了 究竟要做什麼 那要做到那件事情 必須要有什麼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把他 正能力早期的 畢業之後要再來找的話 會 會 比較困難一點 那如果 發現這個系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完全沒有辦法教到你想學的東西 那就趕快轉系 那要不然另外一個方式 你又轉不了系 又需要那個畢業的文憑 那就是學校課程 你至少要過嘛 然後想辦法找到補習班也好 或是你去實習也好 找到一個 可以讓你具備那個能力的地方 不要傻傻的說 那反正 就這樣子把四年過了 不要 那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歪了 肚子餓水 手有點抖了 肚子餓水 鼻子餓排 天 35 天 子餓 魚 海膽 蘑菇 2 5 1 1 2 2 3 他如果多次在這個水墨上就是塗白啊 因為會變成他的筆頭就骯髒掉了 對啊你之前問過啊 你就是把你的大拇指跟食指拿出來 然後握在那個筆頭旋轉兩三圈 他就乾淨了 好 有沒有難度高一點的問題 沒有 太高得要聽 不高 那鼻孔也是黑的 然後你卻選擇用紫色來做為他的暗部 如果把他圈的太黑 因為確實鼻孔我們看到物體會有顏色是因為他反射的光線 就我們的空氣之中是有紅塵黃綠藍電子等量的光線在跑 那他打到了一個球 那顆球讓你看起來像紅色是因為他把所有的光線都吸收了只反射紅色的光線看起來就是紅色 那如果有一個物體是綠色是把他其他光線都吸收只反射綠色 那看到黑色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物體是把所有的東西的統統都吸收了 那鼻孔就是會把所有的顏色都吸收 可是為什麼不畫全黑 我們說對比強的容易成為視覺焦點 所以如果你把鼻孔塗得屎黑 他就變成一個被強調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看這個人的時候 注意力一直往他的鼻孔跑去 那我們平常在看一個人的時候 注意力不會在他的鼻孔 所以我們就不要把鼻孔太強調出來 甚至一些動漫就乾脆不畫鼻子了 因為動漫要求的就是表情誇張豐富嘛 那鼻子是一個沒什麼表情的無關 所以他乾脆就不要畫出來 不要搶了那個版面上的視覺吸引力 當然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既然有這樣的理論 有時候參加比賽選的不是好作品 選的是特別的作品 那大家都把鼻孔畫得很淡 你就是刻意把鼻孔畫得像蹦恰恰 然後鼻毛爆出來 那個評審就印象特別深刻 他那天可能看了一萬件作品 都是畫得很美很漂亮 然後就你一個是畫鼻毛 然後他就覺得 那個很特別 那就把它挑出來 人生目前就當過一次評審 那種正式美術比賽的那個評審 那進到那個評審的會場 它是一個大禮堂 你就想像我們那個國際會議廳進去 然後裡面通通鋪滿作品 然後你要在兩個小時之內 從那麼多件作品裡面挑出大概二三十件 那你在挑的時候 會看得很仔細嗎 然後挑的時候 肯定會是很好的作品 未必 可能比較容易被挑出來 是讓人家印象深刻的作品 所以參加比賽的時候 與其你在想 怎麼做好的作品 不如想說 怎麼做一個讓人家印象深刻的作品 如果你的目的是得獎 如果你的目的是得獎 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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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畫五分鐘應該就可以畫完了 那牛奶筆出現了 那牛奶筆的出水量大概都不是很高 所以運筆的時候就不要太快 慢慢的運了 可是那樣的話 它現在就不會那種乾淨俐落的感覺 所以必須取捨 你一旦快的話 它就一定會斷 筆順一定會斷掉 這效果感覺強了很多 這麵黑色 那些是不是很長的 這麵黑色 有什麼 這麵黑色 那麵黑色 那麵黑色 顏色顏料還沒有乾痛 上牛奶比錢可能 先確認顏色乾了 那些國際大賽 不得不說他們的那個評審 跟整個大會的安排還是比較有 水平的啦 他們評作品的話 不會讓你一天就評完 他們可能評個五六天 一輪一輪去把它評出來 那這種情況的話 不只你的作品要讓人家印象深刻 本身的那個深度也是要夠的 那參加比賽要得獎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 把它歷屆得獎的作品 有一個年間 找來看一次了 分析了 看這個比賽 通常喜歡選 怎麼樣的作品 就往那個方向去做 每一個比賽都會有 特定的 他們喜歡選的一種風格 就往那個風格去操作 這裏的 競賽都有五六十年的一個歷史 那他五六十年來都是 在選 某一個方向的那個作品 那你要得獎 固然就要往那個方向去做 在選擇 你會不會好 那怎麼辦 那你不敢去看 我喜歡這個 不敢去看 那你如果覺得 你這裏 Park 我去哪裏 我最喜歡的 我可以看看 你會不會太多 這個東西 就把它結束掉 可以開始收工具了 作品可以先不要收 我等下快速走過一圈 看看大家操作的情況 花太慢了 那個時間 幫大家看看作品 稍稍把它強調一下 好 簽名就完成了 簽個名吧 13號 10號 10號 OK 畫完 有稍後 有稍後